到了初中的时候,其实我感觉我的英语水平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提高了,主要可能也是因为没有参加比赛,因为我觉得比赛其实真的是一个让你短期内迅速突飞猛进的这样一个好方法,但是初中的时候可能那阵本来查这种英语比赛也比较严,而且初中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英语比赛。 当时可能刚上初中嘛,觉得开始排名了呀,然后一些课内学习的一些也有一些学习压力,而且当时的课余时间好像都用来和同学一起欢乐的玩耍,初中的时候我和我们班的一些同学关系特别好,我那时候觉得他们就是我的整个世界,一有空就要去和他们到处跑着玩,就其实闲暇时间都去干这些事了,不过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就是我打开了追剧的大门, 我觉得我当时追的第一部剧应该就是这个《童话镇》吧,可能这个也比较古老了,虽然它好像后面已经出到第五第六季了,但是我当时应该是看完第一第二和第三季,是我初一的时候开始看的,那时候还完全不知道去哪里找一些资源啊,或者是怎么去看这些美剧,就只是在一个就是网页上可以在线看的去这样看完了,然后其实当时还处在一个摸索的阶段吧,因为就是第一次感觉自己可以去选择自己看什么, 然后网上有那么多丰富的东西,还没有探索出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其实看到后面我觉得这个我并不是特别的感兴趣,所以其实也不算是一个案例,就是说了一下,这应该是我看的第一个美剧,当时也是初一的时候还看了另外一部,其实我觉得这个都要比刚才那个好很多,是叫做Gilmer Girls,就是吉尔默女孩,它其实是特别家庭生活的一部剧,里面所有内容大概就是这对母女发生的一些事, 还有这个女孩在她一些学校和一些别的同学什么的,所以其实当时很喜欢看这种题材,还有一些比较校园一点的这种,无论是电影还是剧,这个吉尔默女孩,她的也是出到了七八季吧,但是每一季的评分其实都挺好的,我觉得她虽然比较古老, 但是整个节奏还有包括故事都一点也不苟雪,就是很真实,很日常,所以而且她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挺适合学英语的这样一个剧,我也忘了我当时是怎么发现的,但是反正其实还是挺喜欢的,到后面我其实看了更多的剧,还有各种电影,应该都是从初中那时候开始的吧,其实我觉得看剧和看电影,看似你是没有去做一些积累,但是我觉得还是无形中也算是让我的英语没有倒退, 而且其实还是前进了很多吧,在初中的时候,而且在初中的时候,我记得是初二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两个当时比较火的这种,就是玩英语配音的这种APP,一个是叫做英语魔方秀,一个是叫做英语去配音,里面就是把一些英语电影,还有剧的一些片段,把它的原生抽掉,让你自己去根据它的这个台词去给 一下就有在那么一瞬间可能就激起了学习英语的一点兴趣吧,其实也不是学习英语,就是觉得配音这种形式真的很有意思,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学英语都是看有没有意思,如果没有意思我就不想学,然后当时我记得我是初二的时候,看了神探夏洛克,当时初到第一到第三季都看了, 然后当时实在是疯狂迷恋神探夏洛克,就觉得它真的超级酷,正好在英语魔方秀上面有很多就是神探夏洛克的片段,当时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如果你看过神探夏洛克的话,你一定知道它的语速有多快,但是当时就是凭着这种一腔热血,居然就把那些语速那么快的都一句一句去配下来,甚至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一些台词,因为当时这个台词实在是太快了,我只能一遍一遍不停的重复, 直到把它配好,然后重复的次数太多,现在真的都已经背下来了,我到现在还能说出来它当时不拉不拉一大堆的那种独白。 初中的时候当然还是延续小学时候的习惯,还是在想能不能去读一些原版书,当时是我在初一的暑假的时候和我爸妈一起去过美国,算是自由行吧,就是在那里待了也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日常吃喝玩乐都是用英语,所以也是算是间接的检验一下自己的学习水平, 也是给了自己一个去这种在短时间内去多跟别人用英语交流,处在一个完全是英语的这种环境里的一个机会吧,我不知道现在的这种类似的一些专门给小学生或者初中生办的这种英语下令营办的怎么样, 但是其实我觉得只要是老师带着,而且同一批都是中国的学生出去,我觉得应该是起不到一些,就是能让你迫使你去用英语跟别人交流,然后把你沉浸在一个英语的环境中这样一个效果的。 但是我现在想想当时的那次去美国,我觉得还是非常爽的,而且当时就直接在美国从亚马逊上买了几本,当时觉得就是也算是盲选吧,也不知道这些书是什么,也没有去看一看评分啊,也不了解。 因为我觉得当时可能上一些这种国外的网站已经比较困难了,但是当时就选了几本,可能就基本上是看分面,然后看名字觉得还不错,就买了的这种英语书,但是事实证明我觉得还是买的特别好,我真的特别喜欢,可以给大家看看这几本书。 这就是当时在美国买的几本小说,其实它也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十三四岁的孩子看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品,我觉得也真的就是挺好的,美国书的开本其实都不是很大,这本The Egypt Game我记得我特别喜欢,因为我从小学的时候对埃及特别感兴趣,然后当时就是凭这个买了这本书,还有这个叫做Zebra Forest,其实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它的纸质啊印刷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好,虽然这些书买起来, 真的很贵,还有这个是叫做Doll Bones,它其实是有点惊悚的那种故事,但是反正也非常好看,我记得当时应该没有花几天就把它看完了,但是其实你看这些书已经看起来非常崭新,因为我当时读的时候也没有想着去就是查一些词啊,或者是做一些笔记,就完全是当消遣来读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思路基本上就对了。 最后这本真的可以算是重量级了,应该可以说是美国青年级的一个文学的课本,它是企鹅出版公司去出的,我真的特别喜欢企鹅这个出版公司,我在上海还专门去看过他们这个出版社的一个分面展,你可以看到这本课本真的非常的厚, 其实美国的课本好像都这么厚吧,我最近因为也在上网课,很多课都在大学的课都是用一些国外的课本,也感受到了他们的课本,随随便远都是七八百页,但是虽然这么厚,我觉得他们的课本真的很棒,尤其是这个文学课本,因为七年级也不是很大嘛,就它里面选的东西一般都全是一些,嗯,就是小说或者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当时我读的时候我记得我就特别喜欢,嗯,就是觉得很有意思, 它课后当然也会有很多习题,像这些部分都是一些背景简介啊,还有一些作者简介的,就这些习题我好像就把它选择性无视了,就光去看这些故事,其实我当时初中时候拿到的这本书还是觉得挺困难的,我记得这本书我应该算是在高一的时候才把它基本上好好的看了一遍下来,其实这种也真的是非常的棒,而且我觉得我跟这本书真的很有缘分,因为它的这个分面正好是我最喜欢的当代艺术家,就是著名的安迪沃霍尔他的一个作品, 所以就这本书到现在还是被我珍藏着吧,虽然也没有拿出来看了,但是就是对他印象真的很深刻,后来其实在国内的话,我觉得真的没有特别多的渠道可以去买到一些英文原版的书,如果真的去什么书都去买原版,或者是想买到一些原版最新出来的一些小说,就比如说我刚才那三本是直接在国外买的的话,其实是很困难的,就当时也会有很多就是类似于这种,是中国的出版社出的, 它会出英汉对照版本,就专门是一本是中文,一本是英文,像这个是因为我当时比较喜欢,初中那时候很喜欢就是侦探小说这种,当时很喜欢阿加莎·可里斯蒂,这本是另外一个算是侦探小说的鼻祖吧,是爱德加艾伦波的作品,它是艾伦波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像这一篇就全部都是英文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字的印刷 其实就特别的密集,而且它的这个因为并不是面向小孩的,所以用词就真的的确非常难,而且其实我并不喜欢那种看一句中文,看一句英文,或者是这样去 英汉对照或者动不动就要停下来去查一个词的这种阅读感受,所以其实这个书我看都没有看过,而且另外一本中文也不知道被我扔到哪里去了 接下来如果你去看初中的课译学习这部分的话,我写的是被课内语法折磨,的确是这样,因为初中我记得我们在中考的时候考英语还是要考一些单选题的,这些单选题基本上就去考你一些大家最容易特别磨了两可的一些语法,比如说一些就是真的特别绕的一些时态,或者是一些反译疑问句,我记得反译疑问句我当时就从来没有搞懂过,就比如说 today is a good day, isn't it?然后什么时候又用is it?然后就 我也忘了,其实这个好像现在说起来也不是很难,但是当时就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就只能靠死记硬背 所以其实初中我的词汇量完全是可以应付这些考试的,但是每次还是要去 在这种语法上面多下一点功夫,而且我记得初中和高中支配我的有一种提醒,我到现在都心有余悸 就是叫做首字母填空,就是它会在一个句子里面 大概就是一个句子,然后挖出来一个词,只给你一个首字母,比如说s,然后其他又是这个句子 虽然按理说你应该是根据这个语境整体去猜测这些个什么词 但是它每次这个词其实会是这个单元里面刚刚学过的一个词 但是因为我没有特别注意去看这个单元的单词表什么的 然后我脑子里的词会特别多,我经常就填错 我记得高中有一次考英语之前,我没有去专门看一下那个单元刚刚学过的什么词 结果十个这种题里面错了四个,就真的感觉非常的难受 到后面我也学乖了,就是每次英语考试前一定要突击看一下这个单元的单词表 大概有印象这个单元学了什么单词,不然按我那样天马行空的写 基本上写的就全是错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特别不好的一点就是初中和高中一般学校的这种硬式英语教育 真的就是特别折磨人,而且去纠结一些语法 我觉得真的特别打消人学习英语的一个兴趣还有动力吧 就是当时我也是很痛恨这种学校的一些英语教学 不过我在初三的时候还有高中三年都碰到了我特别喜欢的英语老师 所以我觉得像我这种兴趣出导行人,如果能碰到我特别喜欢的英语老师 也对我帮助还是非常大的,而且也能让我更愿意去学习英语一点